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当地时间12月9号的下午 SpaceX公司在他们所处的德州的Bolka Chica发射厂测试厂 测试了他们的新建原型机SN8的一个万米高空的试飞 那么在这个试飞中整个飞控都非常非常的优秀 除了最后出了一点小问题造成了我们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爆炸以外 其他都非常好 那这个视频我就给大家简要讨论一下这个是飞的所有的看点 好这就是在当时我们Bolka Chica Bolka Chica的这个是德州德萨斯州 美国德克萨斯州和墨西哥相边境的一个小镇上 那么它面临的它的东边就是我们的墨西哥湾 我们这这这也是整个SpaceX公司制造整个Starship和它这些Super Heavy的这个制造厂 当然也是同时也监督了这个测试功能 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火箭鸡飞 在在此之前呢我们这个新电原型机也进行过三次起跳实验 特别是Star Hopper 就是一个有一个网行发动机和一个像水塔一样的储存罐组成的一个测试 猛行发动机的一个原型机 还有SN5和SN6 那么他们都是都是他们他们的燃料箱和储箱都是在都是和现在这一次飞行的Starship都是都是一样的 有点小小的改进 但是他们只只有一个发动机 那么他们只是做了一个150米的这个起跳非常完美 当然他们之前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SN从Mark 1或者是SN3SN4这样子的牺牲品 那么他们都是因为一些小的一些未知的工程的就是上面的制造上的失误导致了实验的失败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整个火箭正在上升 那么这个火箭Starship的燃料呢主要是采用非常就是超超冷冷却以后的这个液体甲烷和液体氧气液氧 你们会在画边的右下角看到的是我们发动机舱里的三台某型发动机 某型发动机现在的推力在海平面最近是210吨 好我们现在看到有一台发动机关机 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在左边的这个发动机 它虽然关机了但是还是原有一些气体流出 于是在整个发动机舱产生的一些火焰 这我个人推测是因为某型发动机它的关机流程 应该是先切断液氧的供应再切断甲烷的供应 所以会有一些最后有一些甲烷气体流出 我们也看到它结束燃烧以后它立刻把它摆向摆向到这个 就是远离另外两台发动机的一个方向 好我们现在看到火箭继续在上升 那为什么它要切断一个发动机呢 是因为我们要讲火箭是有推重比 推重比就是我们推力和重量的比 那么我们不希望这个火箭加速太快 因为这只是个测试飞行 我们最后只需要到达一个高点 让它悬停在那然后翻过来 所以我们要一点一点的降低它的推力 但是我们推力不是从0到100%这样推 我们不是汽车发动机 所以它的发动机可能也许最小推力就50% 然后燃料系统就无法用作就关机 所以在这个时候到我们燃料越来越少的时候 我们就采用关机的方法去减少整个火箭的推力 好我们现在还继续看到我们这两个发动机 它的尾焰在一点点向外扩张 只是因为我们到达了一个非常高空的一个高度 所以它的这个大气压其实没有我们地面这么高 所以还有火箭在向外扩张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火箭 我们现在看到两台发动机已经关机了 对那么两台发动机的 关机以后都是无意外的 哇这个另外一台主发动机 就是正在工作发动机的相反方向就是回避了过去 这台正在发正在呃正在呃正在发动的 这是发动机的许号的42 这也是个小彩排吧 我们现在看到基本上它是一个悬停状态 如果从我们的这个 我边的这个图看到我们这个 从储箱斜压出来的这个变听的这个气体 就能感觉到它的枪声速不快 甚至它是在一个悬停状态 那么因为它的不是就发动机不是在整个冰箱中间 而在两边所以它会有一个稍微清洁的这个过程 呃如果你们自己用什么 像模拟一下的话 你们可以把一个喝了一半的这个空间水平倒过来 然后用两个手或者三个手指 就这样把它立起来 我觉得你知道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是需要非常非常精准的这个操控才能完成的 呃 那么你们在左边可以看到这个发动机 哎怎么会有这个火箭为什么有个白颜色呢 这个白颜色呢 这个笨的女生说 我们现在看到一个节点就是呢 我们刚刚看到我以为它要它要翻好 它现在感觉到翻过来了 好你看我们的发动机正在往 特大轻角往外摆动 然后翻了过来 我们会看到顶部喷射出些白色的气景 那就是我们的冷气的那个Cold Gas Truster 作为一个RCS 就是一个姿态调整发动机 它喷起出来是一些比较压力比较强的冷气 把整个 嗯 新建给翻起来 好现在我们进入了 下降滑行下降的阶段 我们之所以希望它下降是因为我们在设计新建的时候 我希望它在大气层返回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像是以这样子的形状 不仅进行返回 所以我们现在在模拟 最后我们大气层在入的时候 它的一个下降状态 那么我们有两个像压抑一样 后面的主翼和前面都是可动的 可动的两个压抑吧 呃 好 只不过我这个 那种平发动机对于整个新建的推动比会更高一点 好 你现在看到我们的火箭真的 这个Starship 新建真的平稳下降 我们现在看到呢 就是 它的 储箱 它燃料储箱的位置 前面呢 是低温引起甲烷 后面是液氧 那我们是条状 是因为我们这次只是一个高度次 就是万米高空测试 没有灌满 所以是两个条 所以在外面结成了霜 就是这样子 当然了 因为在最后翻过来的时候 我们需要保证 储箱内部有足够的压力 能不把它打到这个发动机里面 当然我们普通储箱是没有这样条件的 所以我们呢 用了在它头部和中间有两个圆形的加压储箱 这个时候我们会切换到这两个储箱里 这两个小储箱现在是满的 那么它会给我们后面下降的时候的发动机 提供它们的燃料 而这次的问题就出在了 这两个小的发动机 而这两个储箱的压力上 好,我们现在看什么普星街被翻了过来 然后后方因为绿光 还放了去失效 当然也许是 某种原因它失效了 然后蹦 SpaceX的堵船爆炸 我们现在看一个就是我从网上截取 来自于 Everyday Astronaut 一个4K 120帧的慢动作的这个录像 好,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两个压抑被收起来 让它开始翻了过来 非常非常非常平稳 比我想象中要温和多了 没有那么晃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左边这台往前发动机闪了点绿光 这个时候其实是已经是 甲烷的主向压力继续下降 导致甲烷无法完全的满量供应 这个时候又正好是它的最关键的 不能少推力的下降环节 这个时候我们切断了一个发动机 另外一个发动机继续 无法到达工作推力继续缺甲烷 那么它的液氧会在整个发动机进行 让它自己的这个整个管路中充满了这个氧化剂 从此这个过剩的氧化剂和它的这个再生冷却环节里面的这个 喷管里面的铜发生了反应 所以说爆出了绿颜色的光 在我看来这一次飞行实验比想象中的要好很多了 因为我们曾经预想过好多好多这种爆炸和坠毁的方式 但这一次这么完美接近成功 真的不太像这个爆炸公司的作风 但它还是最后不负所望的炸了 我看SpaceX将在12月14号把它下一个原型机SN9拉出来 然后进行测试 就说明其实在设计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可能就是一些时序上的一些改进吧 然后SN9的话它它从301补锈钢换成了304L补锈钢的材料 那么其他几乎一模一样 非空看来也不用改太多 那就祝愿SpaceX好运 祝愿一切顺利 然后我们下一次吃飞视频见了 如果我我我现在就不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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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